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是跌宕起伏吧 然后无论是比分还是说整个人的这种心态 还是有一点小过穿车的感觉吧 然后特别是前面其实发挥还可以 然后也比较正常就是挺坚决的 然后到了3比1领先其实在第5局的情况下 还是比分比较胶着的情况下 自己还是稍微有一些保守吧 然后包括第6局的时候也是有小比分领先 就是在这种每一次的小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还是没有能够就是让自己更释放吧 我觉得这也是接下来要去总结的地方 其实小老也跟自己说就是整体上大的问题没有 主要还是一个战术的变化 然后包括整个人还要再坚决一点吧 还是稍微有些保守特别是在选择啊 包括主要是选择上吧 因为在选择中的小伙伴们 问到小比角的小包球还是换的发球 当时的那个小包球还是换的感觉 也是感觉其他的发球的效果没有特别明显吧 然后也是因为之前没发 也想在这个比分上去做一个变化 然后就是抱着也是抱着拼的这种心态去打了吧 谢谢大家